大家好,我是老Y 2020年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年初定下的计划有完成吗? 工作的目标有达成吗? 还是和以往一样 一到二月什么目标计划都抛出脑后了? 什么减肥却越减越肥? 什么努力工作却越做越没有动力? 这些大部分人曾经经历过的事情 我希望并没有发生在你们的身上 如果有,那2021年的心愿和计划 就要麻烦你认真去看待了 众所周知,今年是一个大衰年 衰到不行 至于什么原因这么衰 相信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年头走了篮球巨星Coby Bryant 年尾一代球王马拉多纳也跟着离开了 年头台湾大选毫无悬念的结束后 我的国家马来西亚也跟着变天 政权一手 一直到今天两方人马还是想着要互相夺权 身为选民的我只能表示 顶你的肺都是烂苹果 我怎么选啊 年终台湾出现了第一位被罢免成功的市长 香港国安法也成功通过了 香港啊香港啊 我最爱的香港啊 个人有订阅的几位香港YouTuber 也看到他们因此而移民到加拿大 英国和台湾了 在这里只能祝福他们以及每一位香港人 除此之外呢 中国南方发生了2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同一时间东非的沙漠蝗虫大军也正式出征 对东北非的粮食和居民生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泰国人呢 也为了追求一些政治诉求 而选择走上街头 当然选择走上街头的不只是泰国人 还有资历 百俄罗斯等等 他们都有各自的问题 需要劳烦人民走上街头 说到走上街头啊 今年最多人频密走上街头的国家 非美国莫属了 一名黑人被警察逮捕的时候 用膝盖跪在脖子上 导致窒息的事件 迅速让很多美国人沸腾了 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不过啊 这场运动最后演变成什么样子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吧 这里也不多说咯 还有刚过去的美国大选 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公平 公正 干净的大选 值得全世界民主国家去效仿和学习 我是认真的哦 如果你相信的话 世界瞩目的2020东京奥运 以及足球迷期待的欧洲杯啊 都因为新冠疫情而延迟一年 老实说啊 这两项国际赛事是否能在2021年安全进行 也是一个问题 那就要看疫苗是否真的有效咯 说到新冠疫情 今年的boss一定是他了 今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他更衰 因为啊 他影响了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穷人 富人 普通人 大官贵人 都无一幸免 不过如果你是泰国国王的话 有本事带着几十个贵妃到德国度假躲疫情的话 那又另当别论了 新冠疫情肆虐了超过一年 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哪都去不成 什么旅行计划都要放在一边 专心宅在家就好 也可能太长时间宅在家的关系 今年虽然很衰 但对我个人来说 其实还不错 身为一个自由工作者 反正哪都去不成 那就一直接案子在家工作吧 结果业绩出乎预料的比去年好 但是呢 我相信我的case只是比较幸运和特别而已 因为自从各国实行这个 封国封城的政策几个月后 可以看到许多商店纷纷关门大吉 很多人失业找不到工作 全球经济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 反而是股市自三月大跌后 过后的大半年 迎来了一波牛市 也算是始料未及 如果你当时敢于捞底 秤低吸纳的话 现在的身家应该翻了好几倍了吧 料事如神的我 这种好康的事情 当然和我无关啦 继续工作吧 至于2021年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呢 很大的程度 取决于新冠疫情的发展趋势 如果疫情得到控制的话 那各种体育盛事如奥运会 欧洲杯 美洲杯 马拉松等 将可以如期登场 各种大大小小的娱乐盛事如奥斯卡 各国的电影节 音乐会 演唱会 也可以开放给大众出席 有趣的是 2021年的柏林电影节 为了性别平等 将会取消最佳男女演员的奖项 而把奖项改为最佳演员和配角 我搞不清楚 这两者有什么直接关系 如果为了性别平等 就得取消最佳男女演员奖的话 那为了种族平等 最佳外语影片奖 是否也应该拿掉 为了财富平等 是否应该把所有大企业取消掉 把钱平均分给所有人 这些白左的思维 相信接下来的几年 将会越来越严重 除此之外 2021年对天文界来说 也是蛮重要的 尤其是对探索火星来说 美国、中国和阿联酋的火星探测器 都将会到达火星 其中美国和中国的探测器 更会登陆火星 进行科学考察任务 有趣的是 美国NASA发起了一个名为 把你的名字送到火星的宣传计划 并获得了接近1100万人的参加 这些人的名字 通过光刻刻在三张尺寸不大的芯片上面 将会随着火星车登陆火星 哼 这听起来很酷 可是呢 如果你想把自己的名字送上火星 已经来不及了 把自己送到伦敦 也许会比较容易一些 2021年 印度德里将会有前往伦敦的巴士 堪称是世界上最长的豪华巴士之旅 这巴士将会沿途经过东南亚 中亚 欧洲等18个国家 耗时70天 行驶2万公里 最终抵达伦敦 唯一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会经过东南亚呢 地理上来说这说不通 但也没关系啦 我不感兴趣 伦敦有变种病毒 2021年也是微软的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被淘汰的年份 取而代之的是Microsoft Edge浏览器 随便啦 反正我也是不会用它 Microsoft Edge的内核使用的是由谷歌开发的开源软件 所以基本上和Google Chrome差不多 谷歌在整个网络领域以及对隐私标准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扩大 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垄断啦 这听起来也许不是什么好事 但还有谁可以阻止这科技巨人的脚步呢 谷歌的脚步是停不下来了 我们的脚步也同样是如此 我们世界的格局啊 因为今年种种的事情也变得回不了从前 不管是区域事件 国与国之间的纠纷 还是全球大流行的疾病 我们认知熟悉的世界啊 开始分崩离析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原来的普世价值观啊 如自由、自主和理性的价值观 本来就是民主的基石 可是一次疫情 让全世界的紧张和恐惧不断加深 这种紧张和恐惧 不只是体现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或防疫方面 还有我们对各种机构 如世界卫生组织或政府也渐渐失去了信心 例如欧美国家的人民啊 对佩戴口罩是否有效有很大的分歧 以及最近开始大推的疫苗 有很多人都表示没有信心啊 因为研发过程十分仓促啊 也不够透明 呃 当然啦 我是衷心希望啊 这个疫苗能够有效的遏止疫情的蔓延 也不希望选择接种疫苗的人 会有什么不良反应的出现啦 呃 所以呢 在刚过去的2020年 也许是世界走到十字路口的一年 就好像31年前 德国的柏林墙倒塌 宣告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一样 31年后 风水轮流转啊 民主迎来了大倒退 威权主义也赫然崛起 这种威权主义不一定是来自于政府啊 一些超级大企业也可以是威权主义的一份子 脸书 谷歌 YouTube 推特 这些科技巨人定下的规则 已经变相钳制了我们的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这个世界会不停往左转啊 他们的贡献不会少 必须得感谢他们的付出 所以呢 我个人认为 202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 因为它替接下来的10年 20年 30年 埋下了伏笔 2020年的我们 不知道故事会怎么走下去 可是给它一点时间 几年后我们回头看啊 那时候我们世界所面临的格局和问题 就是因为2020年 我们做过的选择 发生过的事情 和100年前的20年代一样 当时人类刚度过了西班牙大流感的侵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 这让世界迎来了经济繁荣的年代 欧美国家的消费主义快速增长 汽车 收音机 电影 爵士乐 等等的娱乐事业 也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 女人开始可以去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可以去投票 可以穿短裙 发达国家出现了女权解放和妇女进步 尽管那个年代的世界相当奢华繁荣 最后呢 却以灾难性的结局收场 那就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当然还有在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崛起的法西斯主义 为混乱的30年代写下了序章 历史啊 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100年后的我们 同样面对着一场全球性的疫情 如果没有意外 疫苗有效的话 那2021年也会是疫情结束的一年 接下来的几年啊 世界的经济也许会很繁荣 消费主义啊 让我们进入一个更为物质的世界 大家都会报复性旅行 报复性消费 我们有更多的东西想要购买 而这年代啊 取得进步和成功的不再只是女性 而是不同的种族 性取向和变性人 疫情后的世界啊 将会歌舞升平 直到啊 另一个大萧条的开始 不管2020的我们过得怎么样 再难过也都过完了 再坏的情况 我们都经历过了 也许2021可以更坏啊 可是反正都预测不来嘛 那就别想太多了 不如趁着新一年的到来啊 计划好想要做的事情 好好地把它们完成吧 别让一年后的自己有遗憾 最后呢 也非常非常感谢啊 在过去一年都有在观看我影片啊 收听我podcast的你们 也非常抱歉啊 我的新影片和新podcast啊 只能够以这个归宿更新 2020年的我啊 几乎全年无休的在工作 大部分多余的时间都花在这个频道和podcast上面了 无奈的是啊 订阅人数一年下来却有简无争啊 我也只能说认命了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不嫌麻烦的话 就点一下订阅吧 喜欢我podcast的 也可以在谷歌和苹果podcast啊 以及spotify找到我 什么都略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明年见 明年轻人